在地方大選失敗後 我們蔡英文總統 他季節承認九二公司 又故意把九二公司 跟這個相關 完全沒有相關 一國兩制扯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非常矛盾的 因為九二公司是一中各表 是一種模糊地帶 那現在蔡英文總統 把他完全連結在一起 那個扯在一起 是習近平不是蔡英文 推動兩岸雙方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搭乘海峽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 共同努力 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你仔細去讀前文戰 他也是拋出善意 但是你們永遠季節 也不肯坐下來談 而且引以繼續的挑釁他 沒有 他一點善意都沒有 他還說不放棄武力 他還講過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 自己的家務是自己來談 我們好好談 可談是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 繼續的刺激大陸 是為了拉抬2020的 重大選舉 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 不是 來 我看一下影片 你說不是 什麼都沒有聲音 還比較那個 中國 中國就是不希望台灣有聲音 中國就是只有他一個聲音 他不希望台灣有聲音 中國就是一直只能統一 其他都不能講 你覺得他有聲音 我們台灣也只聽美國跟日本的聲音 好 台灣也有統 跟獨 台灣也有藍綠 大家都希望和平 當然你講這種話 真的有開戰的必要 真的有人會再去打造嗎 美國也是有不同的政黨 但是當對外國的時候 美國的政黨都一致對外 不會像台灣這樣 你不要用美國台灣的狀況 跟美國不一樣 你剛才不是引用美國的影片嗎 在這樣的一個差別之下 我們台灣 我跟你講 那是你們話好聽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不能逃避兩岸 反叛了一個問題 委員 如果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你怎麼當國衛議員 我怎麼當國家的行政院長 委員長 委員長 不然我們是什麼 你們現在指的都知道你們在講 你們很多的閣議員 你包括大法官都講 中華民國是不正常的國家 你也是不正常的院長 你那個大法官都說 我很正常啊 不是吧 你是不正常的國務議員嗎 你是不正常的國務議員嗎 在沒有民進黨以前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講 現在自由開放 所以你要講不正常 也都有言論自由 不過委員 你也常去中國大陸吧 你有去的時候 你去那裡講中華民國看看 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講過 所謂九二公司 就是我在大陸談 中華人民國在台灣談 你有沒有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有去 你有沒有講中華民國 我有講中華民國 有 有私底下談的 私底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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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